外星记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你若买西布莱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 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第四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 妻子和儿女要归主 他要独自出去 倘若奴夫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要带他们到门前,靠着门宽,用锤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 今天我们请到神传道来为我们主讲主的信息 超越义务的尾声 现在请传道 主内听众姐妹们平安 这来临的星期五被定为受难节 是纪念耶稣基督受死 下主日定为复活节 纪念耶稣基督为世人 牺牲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那么纪念耶稣复活的前一个星期天 也就是今天 那么我们开始 这个受难周 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受难周,受难节,复活节 都不是圣经里面记载说 要我们纪念的这个节日 可是呢 我们纪念这个受难周 也不会违反圣经的真理 今天就是受难周的第一天 或者我们称为终之节或终之主日 新约的信徒 他们每个礼拜的第一天 就是星期天他们受主日 但是呢 他们也不一定是礼拜天才受主日 因为在新约圣经 我们看在使律传 他们甚至是在不同的 一个礼拜在不同的周日呢 都有聚会拜饼 纪念主的受死跟复活等等 所以呢 我们纪念受难周 我们纪念复活节 受难节呢 也是荣神义人 基督耶稣开始传道 直到祂被定十字架呢 约有三年半的时间 四本福音书里面呢 马太福音从二十一章 马可福音从十一章 路加福音从十九章 约翰福音从十二章开始呢 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三年半的这个生涯传道里面呢 最后七天 也就是说圣经的四本福音书 大概用了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篇幅 记录耶稣基督人生的最后七天所发生的事情 跟祂的教导 而纵旦周的第一天 礼拜天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中之节主日事件 记载在路加福音 耶稣他经过耶利哥 看见的那个税里长沙盖 到他家里去用餐 然后呢 耶稣也受了十个仆人的比喻 接着他受众人欢迎的这个仪式呢 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 这个呢 第三点呢 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讲到 最后呢 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面 祂预言 耶路撒冷城 会被毁 这一天为什么被称为中之主日 是因为当耶稣基督骑着驴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因为耶稣的名声 以祂所心的神迹 人们都认为 祂是旧约先知 所预言的米赛亚 是那位解救犹太人 脱离罗马统治的政治英雄 相比近代历史人物的话 就如中国的孙中山 毛泽东 台湾奖介石 新加坡的李端要等等 当时犹太平民 百姓拥护耶稣基督 他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拿着棕树的树枝 挥舞来欢迎国王 这样的一个仪式 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可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却记住 耶稣基督 想要除灭他 当耶稣被抓 被拿去死闻的时候呢 那些中带耶稣的人 的梦想破灭了 我们所认为 民族英雄 我们所认为那个希望他能够带领我们 吹翻罗马政权的耶稣 现在被抓了起来 怎么办 再加上宗教领袖 聪动和一些人被收买 做假口供 他们散播谣言 这些人呢 开始欢迎耶稣的人呢 后来 他们认为耶稣欺骗他们 他们认为耶稣是个 欺世到命的骗子 从爱变成恨 就呼吁 把他定在神之家上 这种点面 今天 你我 成为基督徒 我们称耶稣基督 为救主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 他能满足 你生命中的某一些要求 你才信靠他呢 虽然我们没有买 4D 我们没有买Toto 可是我们也可能 变相的 以健康 财富 学业成绩 事业成就 家庭美满 等等的条件 认为耶稣 必须满足 我生命的这些要求 不然 我就不信他了 坦若今天 我生活不如意 感情生活不如意 工作不顺利 哎呀 我考试考了几次都不及格 家庭成员不和睦 破个人健康处的问题 正义失败 正义失败 亏钱 甚至破产 耶稣都没有听我的祷告 这样我就不信耶稣了 凡若我们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就对耶稣发脾气 选择离开主 这样就不是真正信靠耶稣 而是变相的把耶稣基督 当作是偶像来拜 弟兄姐妹们 接着今天的主题 超越义务的尾声 我们思想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从一开始到最后 都是一样的神 他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我们的心 希望今天我们能够认定 我们起初的心是正确的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即使生命中的种种经历 起伏不定 我们仍然信靠 跟随耶稣到底 直到离开这短暂 虚空的世界 进入永恒 荣耀 与耶稣面对面的那一天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这个时候求祢 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亲自地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你话语的奇妙 听到你真理的奥秘 使到我们的内心 真的被你的爱 被圣灵改变 当我们所传讲的话语 在我们的脑海中 慢慢慢慢地流失的时候 圣灵的声音 仍然在我们里面 在常常提醒着我们 兼顾着我们 扶持着我们 把以下的时间交托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思想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 插集记21章1到6节 今天的讲题是 超越义务的尾声 你这个是指谁 指摩西 上帝把律法 启示给摩西 所以我们所看的 第2节到第6节 都是上帝亲口所说的话 上帝跟摩西说什么呢 你若买希伯来人 做奴仆 这个你是谁 你是指以色列人 OK 不是指摩西 OK 你若买以色列人 对不起 买希伯来人 做奴仆 他必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 可以自由 白白的出去 他若孤生来 就是单身 还没有结婚 就可以孤生去 就一个人离开 他若有妻子 他做奴隶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结婚了 他的妻子就可以 同他出去 他主人 给他妻子 换句话说 他进入奴隶的身份的时候 然后主人给他找到了一个妻子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 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 他要独自出去 第七年他可以离开 但是他之前 他主人帮他所娶的妻子 甚至孩子 主人不能够让他带走 倘若奴仆明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自由的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又要带他到门前 靠着门框 用锤子穿他的耳朵 打得动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 今天的经文背景 是上帝颁布律法给摩西 吩咐以色列人 如何处理生活的种种的事情 而第二节到第六节 甚至以下 都是讲到奴隶的制度 这里是在讲 主人要如何以奴仆 在工作上的条款原则 奴仆可以是男的 也可以是女的 女奴仆 中文圣经通常翻译为 婢女 如亚伯拉罕的老婆 撒拉有婢女下甲 雅各的老婆利百家和拉杰 各都有自己的婢女 旧约摩西时代 它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 三千四百年 你们可以想象多远久 当时世界各国 都有他们自己的奴隶的制度 圣经中 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 都承认主人与奴隶 与仆人的这种社会的一个制度 圣经中 没有阻止 也没有鼓励这种制度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 当时公认的一个制度或体系 无论是政治 政府 社会 军事 经济 商业 农业 家庭 教育等等 不同的帝国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种族 有他们不同的做法 今天我们不是来探讨 奴隶制度是否是对还是错 或这样的思想 圣经 圣经到底有没有错呢 因为当时候 的确有这样的制度 而且上帝的启示真理的原则 是教导我们如何运用 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中 我们今天也是想 如何用这样的一个制度的 教导的原则 用在我们 与神的关系 我们与教会的关系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 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生活 上帝赐福他们很会生 埃及的国王被称为法老 就很害怕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使他埃及人就受到了威胁 我们试想想看 比如如果新加坡允许大量的外国劳工进来新加坡工作 他们不能够成为公民 但是政府允许他们在他们家人一起来到这里居住 那么就在新加坡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划分给他们居住 他们那边自己管理自己的人 白天他们可以去全岛其他的地方工作 晚上要回到他们的那个地方居住 几十年后 这些人可能越来越多 外地人后来比本国的人数还要多 那么新加坡人就感觉到什么呢 受到威胁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同样的 当时法老王就决定迫害他们 详情把他们努力起来 逼他们做苦工 可能建造完工 建造金字塔等等 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身体弱的呢 年纪大的呢 很早就死了 是吗 强重的也没有能力去反抗 直到上帝呼召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 已经是有奴隶这样的一个制度存在了 而且也是公认 一个合法维持社会运作的一个制度 上帝启示摩西 吩咐有些人这样行呢 肯定是比当时其他国家的做法 还要仁慈 还要有怜悯 还要更加的善良 请不要误会 因为上帝当时允许奴隶的制度 所以呢 上帝是残忍的 或者说 因为上帝没有废除奴隶的制度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鼓励推行奴隶的制度 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也不要误解 圣经的奴隶制度 好像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西方国家去非洲是吗 他们去抓人啊 杀人啊 把那些黑黑人抓起来 贩卖到不同的国家为奴隶 当年西方国家这样的做法呢 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 而且后来美国也发生了内战 他们后来也废除了奴隶的制度 我们从圣经所启示 关于对待奴仆 可以看到上帝的什么属性呢 答案就是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怜悯 的确 奴隶本身在当时可以 当作是 不是人这样的看待 人成为奴隶 有不同的原因 首先 是战俘 Prison of War 国与国之间打战的时候呢 战胜的国家 就把战败的人民呢 抓了起来 送回到自己的国家 当作奴隶来使唤 这些奴隶呢 是没有人权的 主人 把他们当作是私人的物品 好像家里的家具 牛啊 羊啊 宠物这样 可以任由打骂 甚至杀了也不用负责任 当年 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 犹太人被 服务到巴比伦 就是这样 先知以西洁 先知但以理 他们也就是 战败国的奴隶 被抓去巴比伦 这是圣经 所不允许的做法 第二 是什么呢 自愿成为奴隶的 自愿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社会制度 是这样 有些人 他们养不起自己的家 甚至养不起自己 可能饥荒啊 等等啊 可能他们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什么财 什么财干 可能家里很穷 如果你遇到干旱了 你的种的地也没有收成 你知道怎么办呢 向人借钱是吗 如果借了钱 可能也还不了 或者卖了自己的地 钱也花完了 又没有收入 也还不了债 怎么办呢 他们可以选择做乞丐 求人施舍 他们也可以选择 去做小偷 做强盗 用犯法 犯罪的方法呢 赚取不义之财 另外一个方法呢 圣经容许的 就是什么 自愿为奴的做法 就是你欠了那个人的钱 你还不起 你就自愿的怎么样呢 帮他打工 成为他的工人 这就是第二节 第二点所说的 自愿成为奴仆 我们一起来看 二节三节 你若买希伯来人的奴仆 他必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可以放他自由 白白的出去 他若孤生来 就可以孤生去 他若有妻 他的妻就可以 从他出去 很简单明白 圣经距离我们 是几千年的历史 所用的语言 有些时候呢 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翻译成 他真正的意思 变成我们现代人 所了解的词语 这里所说的 那个第一个字 你若买 那个洞子买 这里说买 买奴隶 不是指我们 去到一个 菜市场 奴隶市场 奴隶用手脚 被 被 什么 烤起来 或关在笼子里面 让人去选 而是什么呢 而是在双方 你情 我愿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我没有钱 办法赚取金钱 或者 我欠你钱 没有办法偿还 所以呢 我就愿意 为你打工 七线是六年 这个是双方面 赞成的一个合约 可以是书面的 不然呢 就是口头上的 这里所说的买呢 这个买这个字呢 就是双方赞成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交易 我们消费税嘛 Good and Service Tax 这个是这个service 就是这个服务业的一个交易 就好像我们去女佣介绍所 看看照片啊 看看视频啊 就跟她聊几句话 满意了 好 我要聘请你 来我的家 帮忙做家务 看孩子 照顾老人 这双方 同意合法的一个交易 女佣呢 她来到你的家呢 她住你家 她吃你的 住你的 用你的 你要给她薪水 合约满了 她可以自由的离开 你若想继续雇佣她 她也想继续做下去 那就继续续约 就是这样 简单 在古代呢 没有所谓的 大公司 大财团 跨国企业 多数都是家族的企业 以家庭为中心的 比较有钱的人 比如 亚伯拉罕 雅各啊 或者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 或者是大卫的父亲 约西 等等 他们都是家族的农业 或者是畜牧业 自己有自己的田地 要请工人来 耕种 稻米啊 果园等等 或者是也需要工人 带他们的羊群 牛羊啊 去不同的地方 吃草 这些工人 如果 这些工作 如果家里自己的人 不够的话 因为是家族企业嘛 有孩子啊 有侄儿啊 等等 那些不够的话呢 他们就可能需要 大量的工人 就会请 怎么样呢 就会请 劳工 雇工来帮他们 如果他们有钱的话 哎 好 我就借出去 是吗 我借出去 那个人没有钱还的话 怎么办呢 好 就来到我这边 好 我们就立一个合约 六年 你帮我打工 我 你的钱 但 我们就从你的 打工里面慢慢扣 大概就是这样的 大概 在拆集记二节到六节 大概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西伯瓦人的奴仆 甚至可以 可以连同自己已经结婚的妻子呢 一起进到那个主人的家 成为奴仆 这里所说的奴仆呢 广义 是可以指说 只要家里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都可以 他们可以胜任的 他们都可以做 比如家里的管家 哇 管家很大 他不只是 所谓的管家 就是可能是一人之下 是吗 所有人之上 他可以管其他的奴仆 甚至他也可以什么呢 帮忙主人管 主人的孩子 权力很大 他们服侍主人 包括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些奴隶很聪明 甚至可以帮主人做生意 甚至可以 帮忙在家里呢 做小组人的老师 有些强壮的 甚至可以做什么呢 做私人的保镖 做打手 甚至可以携带武器 做主人的私人的军队 很想象是吗 但年亚伯拉罕 他带领家里的壮丁 三百个人 出去打战 把将他的职儿罗德 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 那三百名壮丁是什么人 就是家里的奴仆 壮丁就是肯定 比我高 比我大 比我厉害 甚至主人 也可以 在他们的制度里面呢 把奴隶呢 转卖给其他的主人 这样合理吗 我们比如现在的什么呢 美国NBA的篮球员 欧洲南北洲的足球会 他们的球员也可以转卖是吗 同样的一个道理 弟兄姐妹们 所以呢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了解 当时的时代 历史 文化 地理 政治背景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 明白圣经的教导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圣经世界里面的奴仆 并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要看你的主人 是否值得你跟从 要看你跟对人吗 身为仆人的另外一个 第三点是什么 有些他们是 生来就是奴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爸爸妈妈是奴仆 你生来就是在这奴隶的家庭里面 这里所说的六年的合约里面呢 身为奴隶的他 如果没有本事 结婚的话呢 他的主人可以 帮他 办理婚礼 他的主人可以出钱 帮他找妻子 也生了孩子 可是呢 按上帝的律法呢 这个妻子 与儿女呢 是属于主人的奴仆来的 很可能 这个妻子本身 就是在同一个家里面的奴隶 奴仆 是吗 两个人看了 他们产生感情 那个主人也很好 好吧 我就容许你们结婚 两个人 他们都是属于 本来属于主人的奴仆 在以色列的社会中呢 对待同族的奴妇制度呢 是圣经所允许的 基本上是第二点跟第三点 自愿的 或者是生在这个奴妇家庭的 战俘是圣经 所不允许的 那么第六年后呢 合约结束了 又怎么样呢 按照圣经 按照合约的规定 你自己一个人来 你就自己一个人走 你跟你妻子两个人来 你就跟你妻子两个人走 六年的合约满了 第七年 奴妇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如果他自清已经结婚了 他就会跟妻子一起获得自由 那到时候开不开心 应该是很开心的是吗 我已经自由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这个呢 是因人而异的 为什么呢 我待会解释 想当年 我在理工学院毕业的时候 我就签了海军 签了六年 就好像这边这样 做了六年 合约的最后一天 我签名离开的时候 我还我的11B 就是那个军人的证件 我拿回自己 粉红色的那个身份证的时候 哇那时候很开心 六年没有看到自己的Pink IC 哇终于自由了 我也有一些海军的同事呢 他们却怎么样 却选择继续留在海军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原因去或留 毕竟在海军 六年的时间呢 你所学习到的东西呢 是军用的东西 军事东西 在外面 不一定能够用得到 或找得到工作 要从头学起 从头做起 但是呢 我却决定离开 后来我和教育部 签合约 读试训 读四年试训 教书教了14年 从海军的奴仆 我成为教育部的奴仆 后来我回应上帝的呼召 选择读神学 感谢主 我现在是上帝的奴仆 弟兄姐妹们 你的生命中 你以守墨为你的主 你就是那个主人的奴仆 其实想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奴仆 公司员工是老板的奴仆 家庭主妇是家奴 父母是孩子的奴仆 有些丈夫是老婆奴 有些是手材奴 电脑奴 手机奴 韩剧奴 YouTube奴 TikTok奴 你们想一下 你们生命是不是这样呢 有些人说 我是自由人 我没有主人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 我想做什么又做什么 弟兄姐妹们 这真的是好吗 自由人真的是好吗 我们看四世纪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这边说 那最后一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 那边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当时以色列人 差不多都离开上帝了 他们不要上帝管理他们 他们任凭自己的意识而行 四世纪的最后几章呢 描述以色列人 因为这样呢 他们自派之间呢 自相残杀 奸淫掳掳掠 无法无天 每个人都以为 都以自己为中心 以为自己为律法 这就是所谓的 无政府状态 以色列人先祖的历史 是我们 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 教训 自由人当然也可以成为 受雇的工人 不过呢 他的工作可能就 不是那么固定了 有的做就有钱 没做就没钱 收入也不稳定 可能有一餐 没有一餐 身为自由人呢 你没有主人的保护 就算你有了工作 因为你没有合约在身 你随时可以离开是吗 那么老板哪里会信任你呢 给你很重要的工作 或者给你很高的薪水呢 你只能够做什么 做杂工 做打杂的 不用负什么大责任 薪水也不会很高 所以呢 一个有本事的奴仆 他的生活条件 他的收入 肯定比一个 没有什么作为的自由人 还要好 弟兄姐妹们 我们思想第四节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 妻子要给他生的儿子 或女儿 妻子和儿子 要归入主人 他要独自出去 哎呀 这样公不公平 为什么上帝 要这样做呢 因为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呢 婚姻往往是 父母 或者长辈 他们安排的 没有所谓的 什么自由恋爱啊 自己决定 当时也没有所谓的 男方娶的妻子呢 要给女方聘礼 没有这样的一种习俗 他们是以变相 他们这样的做法 然后他们变相 好像是女方呢 那个男方呢 会把一些礼物 或者钱 来给那个男方 表示要将你的女儿呢 我跟她买过来 做我的妻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呢 本来 她就是单身的嘛 她单身的进入这个 合约里面 成为主人的奴仆 那么在这六年期间里面呢 也许她跟她姓姨的女奴仆 心心相应 两心相悦 主人也成人之美 安排他们结婚 甚至他们后来生孩子 哇 对那主人说是吃亏的了 我帮你办婚礼 我帮你养孩子 现在合约完了 你全家人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把我当傻瓜是吗 哇 你老婆 跟你老公的合约 其中一个还没有满呢 你就这样走人了 哪里可以 如果你们 如果你们是生酸胞胎的话 一年生一对 六年生十二个 我帮你养十二个孩子 你每年怀孕 都不能够做工 我不是白养一个奴隶 还白养十二个孩子 如果你全家人这样走了 我身为主人的不是亏大本事吗 好 你要走 可以 当初我帮你娶的老婆 我帮你养的孩子 你留下来 不可以带走 因为你这样带走 他对我所说是不公平的 如果这期间 已经自由了 你要等 你的老婆 或者你的丈夫 合约满了 满了六年 第七年 你全家都可以走 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上帝所设立的律法 你好好的思想的话 他是保障双方面的利益 除以也不会占谁的便宜 上帝是公正的 上帝是慈爱的 上帝是怜悯的 除了选择自由人以外 奴仆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终生的 是不可以回转的 我们看五节六节 倘若仆人明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 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要带他到门前 靠着门框 用锤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了 这决定他一生 就在那个人 那个祭司 那个民间里就是所谓的见证人 不能够口头答应 要有凭据 凭据就是穿了个耳洞 当时也没有所谓的盖手指印 还是什么 就是就是这样 我们注意五节里面 我们注意五节里面 图人说什么好吗 第一 我爱我的主人 第二 我爱我的妻子儿女 第三 我决定永远服侍主人 为什么他要永远服侍主人 他放弃他的自由呢 基于以上的两个原因 我爱我的主人 我爱我的妻子儿女 所以呢 我甘愿失去我的自由 弟兄姐妹们 到此时此刻 我们大概了解了 传奇记二十章 二十一章 一到五节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六节 我们也应该了解到 上帝对于奴隶的制度 是合理 是公平的 现在我们还是想 怎么样将圣经的教导原则呢 来适合的 合理的 用在新约 我们与上帝 我们与教会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 所谓超越义务的尾声 首先 我们要有一个爱主的心 我爱我的主人 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 一个奴婦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会说 他爱他的主人是吗 这种爱 不是那种职场恋情 哇 我的老板又年轻又单身英俊 小小秘书 爱三八道总裁 不是什么同性恋 我们不要忘记 他也爱他的妻子儿女 所以呢 是因为这仆人 他给主人打工六年 这六年里面 他发现 这主人呢 对他很不错 给他很好的待遇 还帮他娶妻 建立家庭 主人善待他 没有虐待他 每年还给他加薪 还给他花红 甚至还给他特权 管理其他的仆人 就算他做错的事 也给他改过的机会 主人满有爱心 满有耐心 公平 不偏待人 想法公正 怜悯 这样的主人去哪里找 兄姐妹们 我们的上帝 就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也就是这样的主人 所以呢 我们要爱他 我们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 也许不舍明白 整个福音的真理 但是呢 我们愿意凭信心 相信上帝爱我们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定死十字加上 我们认罪悔改 接待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主 生命的主 或许刚刚开始 信主的时候呢 我们或多或少 除了福音以外 可能会加一些其他东西 不如工作顺利 学业进步 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甚至信主要感受到平安喜乐 才觉得真的是信主 那么我们希望这些东西 其实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这些东西不是福音的重点 有些时候 因为灵性不成熟 或者是信心软弱的时候呢 我们即使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到教会 敬拜 侍奉祂 我们相信福音呢 重点是耶稣基督的爱跟牺牲 通过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罪得赦免 以上帝和好 得到永生 因为上帝这样的爱我们 拯救我们 所以呢 我们才会呼应祂的爱 我们才会爱祂 我们也因为爱我们的主 我们爱 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四章四五到十九节 凡人耶稣为上帝儿子的 上帝就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上帝里面 爱我们的心 上帝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的 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祂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祂 因为祂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祂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也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 未得完全 我们爱 我们能够爱上帝 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超越义务的尾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爱教会的心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一个爱主耶稣的人 也一定是一个爱妻子的丈夫 他也一定会爱主的教会 我们要怎么爱主的教会呢 首先 我们要为教会祷告 贴三龙一家前书五章十六十八节 常常喜乐不助祷告 凡事谢恩 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五章二十五节说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保罗祈求 请求贴三龙一家的教会 为他和他的同工 祷告 兄姐妹们 我们当中 这里算一下有多少个人 多少个是会有 自从我们疫情过后 我们祷告会是线上的zoom 感谢上帝 现在是六十多位 但是换句话说 这样的话 其实是我们这边的三分之一 还有整一百二十多位的 兄姐妹们 星期二晚上八点十五分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呢 只是一个礼拜 一个钟头也 八点十五分到九点十五分 那做一点点 一个钟头也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二十四小时乘七 你只给上帝 一个钟头 参加教会祷告会 很难吗 很难吗 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有机会学习主的话 我们为国家 为教会 为弟兄姐妹的需要 为宣教施工 为生病的 为救恩的 一起祷告 上帝界祷告会呢 会感动你 愿意参加一些服事 圣灵也会感动你 主动去 关怀有需要的 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来看 关怀 会友 我们爱教会呢 我们一定会 关怀我们的 会友 替生日 前书五章十一节 所以你们 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这如你们述常 所行的 我们每一个人 即使教会的 牧师 传道 长老之事 都有自己的挑战 试探跟思念 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 我们还是一样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这位弟兄姐妹 我们无论是学生 家庭主妇 国民服役 我们有不同的工作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压力 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短期的 有些时候是长期的 健康的问题不一定局限于年长者 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 那个祷告事项的健康的名单就知道了 连我本身现在都需要每天吃高血压的药 迟早我的名字也会在 那个健康事项里面的名单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偶尔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意见想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关心 彼此体谅 彼此的关怀 彼此鼓励 免得魔鬼撒旦 破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合一的心 我认为爱教会的最好的指标 就是什么呢 当你对一个人 不是很满意的时候 或者看他不是很顺眼的时候 你先想想看你有没有为他祷告 如果你说你爱耶稣 你一定也会爱主内的弟兄姐妹 先从祷告开始 先从参加祷告会开始 让上帝借着祷告 让他的爱充满你的心 你就能够有力量去爱你作为弟兄姐妹 从内心去关怀他们 鼓励他们 即使对方不一定领情 但是呢 你还是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另外一点 我们要如何实践爱教会呢 就是我们要支持教会的事工 教会是一个大家庭 圣经形容教会为基督的身体 而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都是身体的一部分 以佛所书四章十六节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摆结各案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都需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才能 有自己的功用 我们彼此帮助 使到教会成长 大家在主屋里面 爱你彼此的建立 若是有人请你协助 在某些施工帮忙 有些施工有需要 希望你们不要立刻拒绝 请你们祷告 求上帝赐你们智慧来决定 我们这里除了退休的弟兄姐妹 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忙碌 上帝既然赐你聪明智慧 读书工作 或者是有某某专业的才能 或者是丰富的一些社会的经验 如果有机会 要用你同样的工作的能力 跟智慧 人生经验 大家彼此在教会里面 一起服侍 荣神与人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但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有些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 一定负责什么东西的 就是说不可停止聚会 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参加聚会 教会有一些活动 我们你本身出席 就是给弟兄姐妹 给教会很大的一个鼓励了 有时候少部分 少数的负责人开始计划 安排节目 但是后来出席的人没有几个 难免会让人灰心 是吗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说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也不少 这种里面不是这样的 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想的话 上帝的工作就没有人做了 就没有人支持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要有忠心 侍奉耶稣到底的心 记得吗 那个仆人他怎么样呢 他愿意回到主那天 七年过后了 我要继续留下来 我忠心侍奉主人 到底一生一世 更多前书一章八节 他就是上帝 他必兼顾你们到底 在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七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 起诉如二十章十节下半段 你误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我们侍奉主要忠心到底 基督姐妹们 倘若刚开始你来教会的时候 刚信主是某种原因 但是我们渐渐认识主的爱 领受圣灵的内住 重生得救 记着读圣经祷告 听到思想上帝的话语 参加聚会 参与师奉 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成熟 我们的信心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摇动 即使生命遇到什么困难 挫折 我们仍然能够看破 这个短暂虚空的世界的种种 转眼定睛 仰望耶稣 克林多前述一章八节说 我们的信心是上帝兼顾的 所以真正信靠主的人 必然信心坚持到底 我想用另外一节经文 来给大家今天最大的安慰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主里面 不是永远做奴仆的 我们信徒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们一起来看 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 因为凡被圣灵的灵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女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我们所领受的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是什么呢 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叫我们天上的父 阿爸父 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 爸爸 爸爸 这样的一个意思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主人跟仆人要去找一个正人是吗 民间女仆成为他们正人 这边说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既是儿女 既是后赐 最后一起同耶稣基督 同德产业 同德荣耀 在古代 坦若一个主人 没有孩子能够继承他的家业 他可以选择一个 他所欣赏的人 他觉得可靠的人 合法的方式 继承他的产业 从圣经的术语 就是说给他儿子的名分 这是一句话 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词 但是翻译成华文 我们就很长的 给他儿子的名分 这样的做法 英文圣经翻译成 adoption adoption这个词 你翻译成华语 领养 去顾客领养孩子 就不大恰当的 所以翻译 是一个很大的 学问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立定终生的合约 要有见证人 打耳洞为凭据 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 我们的证人跟凭据 就是我们的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跟我们的心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改变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而我们的心 真诚地知道 自己有没有认罪 悔改归向上帝 在哈书4章7到8 4到7节 即是满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除出来 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adoption 你们自以为儿子 上帝又差遣他的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上帝为后赐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优贤妹们 我们从 外面的一个所谓的自由人 因为我们犯罪 没有办法偿还我们的罪的公价 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家庭里面 得到救赎 成为他的奴仆 现在他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从奴仆的身份 变成什么呢 儿子的身份 感谢上帝 我们不是奴仆 而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重生了我们 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生命 罪得赦免 与上帝和好 现今活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还是会经历苦难 生老病死 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将来一天会进入天堂 荣耀里面 以主耶稣面对面 弟兄姐妹们 在我现在结束之前 要强调一些解经的运用原则 对于今天的经文 21章1节到6节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解释经文的历史 文化社会背景制度等等 然后尝试用现代的制度 比较 让你们 看他们相似的地方 让你们明白 呈现圣经的原则 与教导 然后经过我思想之后 我领悟到了一些属灵的原则 来运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 跟上帝的关系的层面 和造就我们的灵性 侍奉等等 现在我要大家听好 我们不可以这样讲 我们不可以说 初二集七21章1到6节里面 主人代表上帝 不可以这样讲 仆人 主人 买这仆人呢 代表耶稣的死 付出生命的家买出我们 不可以这样讲 仆人代表我们这些罪人 蒙恩得救 不可以这样讲 妻子代表教会的兄姐妹 不可以这样讲 这样的解释呢 是错误的 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 但是我们可以 在合理恰当适合的情况之下呢 适当的 灵活性的运用 圣经的教导原则 在我们的属灵生活 或者是现实生活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 这个超越义务 尾声 超越义务的尾声 第一 我们要有一个 爱主的心 第二 我们要一个 爱教会的心 为教会祷告 关系 关怀 鼓励会友 还有支持教会的事工 最后呢 我们要有一个 忠心 侍奉 耶稣 到底 的心 待会儿 英语崇拜 刘永金牧师 也会分享 今天 同样的 这个题目 同样的 这个经文 在我准备这篇 讲到之前呢 我大概有跟他 大略讨论一些 重点 我相信 我跟他 对同一段 经文的理解 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 按照圣灵 所给我们的领受 跟亮光呢 一些运用上 可能 不大一样 希望大家 待会儿也可以去 上网 英文的 崇拜 那个网页 听听他的分享 让他就可以 加强 我们对 上帝 话语的 认识 了解 跟应用 好 我们一起 做个 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赐下你的话语 让我们 学习真理 让我们明白 主 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 主啊 求你的爱 激励我们 赐我们一颗 全心全意 爱 你的心 你帮助我们 继续的反思 我们应该如何的 来爱我们 教会的 弟兄姐妹 你帮助我们 愿意的 立定心志 先从参加 祷告会来开始 在祷告中 彼此带祷 为教会祷告 主啊 求我们 你的力量 聪明和智慧 让我们 忠心地 来教会 愿意参与 教会的 不同的事工 来支持 教会的工作 忠心服侍你 直到我们 见主的面 主啊 愿你的圣灵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悟性 直到我们 能够 忠心 遵行 你的话 跟从你 直到我们 见你的面 我们将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